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是比较混乱的 一个是五代十国 另一个就是南北朝 与其他大一统政权相比 南北朝长期处于群雄割据 王朝更替的状态 很难用边年体的顺序 对其进行全方位描述 为了更好地了解南北朝 通过其中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 拨开这个时代的面纱 北魏的建立是北朝的起点 但北朝的开始还要从鲜卑开始说起 据传 鲜卑是东湖的后裔 在三国末期就开始崭露头角 当时在曹魏政权的不断打压下 经历了由河道分 由盛道衰的过程 鲜卑分为三部 分别是慕容部 宇文部和段部 三国末期 鲜卑几乎占领了匈奴的故地 分布得非常广泛 东到辽东 西至河龙 北至大漠 南至燕带 在这三部当中 慕容部的力量最弱 只盘踞于辽西一带 而且经常受到段部和宇文部的欺压 在此期间 鲜卑慕容一直处于寂寂无名 忍辱负重的状态 直到慕容龟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凭借一己之力 让鲜卑慕容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元285年 年仅16岁的慕容龟 被拥立为慕容部新领袖 虽然尚未成年 但慕容龟已经长得非常挺拔雄伟 而且长相十分俊美 就连当时的西晋的重臣 见了慕容龟之后 都夸赞他的长相 除了生的一副好皮囊 慕容龟还非常好斗 他上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准备攻打宇文部 但遭到了西晋朝廷的制止 慕容龟杀心已起 既然不能打宇文部 那就找个其他人出出气 于是把晋朝夫余果给灭了 年轻气盛的慕容龟 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他的行为 也引起了西晋朝廷的不满 他们从之前的藩属关系 变为对立关系 西晋不再为慕容龟提供庇护 再加上宇文部和段部 一直伺机而动 一时间 慕容龟的处境比较艰难 就在此时 慕容部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慕容龟和他的树兄慕容土玉魂 因为木马场归属仪式产生了分歧 甚至发生了武力冲突 土玉魂知道 自己不是慕容龟的对手 但他不想继续待在他手下做事 于是 率领本部700多户族人远走河西 并创立了河西仙碑 再到后来 土玉魂族人和当地的羌族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个很有势力的部落 叫做土玉魂 发生这一系列事情后 慕容龟也感觉到 自己过于冒进 这样会害了自己的族人 于是 俯下身子和西晋请降 西晋朝廷也不想多生事端 欣然接受了慕容龟的请降 并封他为仙卑都督 随后 慕容龟又主动修复和宇文部 断部的关系 主动给他们赠送大礼 这让他赢得了发展壮大的时间和空间 公元294年 慕容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准备向汉人学习 于是带领族人前往集成生活 在那里开启了固定的农耕生活 慕容龟做得非常正确 固定的农耕生活让慕容部的生产力大大提升 发展速度远超周边其他部族 除此之外 慕容龟还开始探索学习汉文化 把汉人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照搬到族内 一时间 辽西附近的汉人纷纷前来投奔 孙慕容龟为自己的领袖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融合 慕容龟除了样貌和汉人有所差别外 其他方面全部遵照汉制 俨然是一个缩小版的西晋王朝 至此 慕容龟已经把宇文部和段部远远甩在身后 公元307年 慕容龟自称鲜卑大蝉鱼 随着西晋灭亡 慕容龟并没有选择趁势而起 而是继续称臣于东晋 虽然慕容龟想保持低调 但因为崛起的过快 还是遭到了别人的打压 当时 晋朝残留在北方的平州刺史崔璧 唯恐其有异心 于是 联合宇文部、段部和高沟黎三家 合兵围攻慕容龟于吉成 结果因为三家各怀鬼胎 慕容龟又连施反建计 段部和高沟黎都彻围而去 宇文部独自进攻慕容部 慕容龟与其子慕容汉分住两城 内外夹击大破宇文部 兼并其部众十余万人 崔璧的部众也被慕容部击溃 近世在辽东地区最后的军事力量 被彻底消灭 这场战争不但没有削弱慕容龟的力量 反而让他越打越有钱 力量一下子实现了倍增 实力大增的慕容龟 不再满足于做一个部族领袖 于是产生了称王的想法 为此 他前后两次向东晋太尉陶侃决信 一方面劝他北伐后赵 一方面希望他能向朝廷建议 封自己为燕王 在封王问题上 东晋朝廷一直都不松口 只肯承认他在辽东的控制权 不想封他为王 慕容龟虽然一心想称王 但上天没留给他足够的时间 公元333年 慕容龟去世 他的儿子慕容晃继位 成为慕容部的新领袖 公元337年10月 慕容晃在平定慕容人的叛乱后 在一众汉臣的建议下 自立为燕王 封义 韩寿 陪开 杨禄等众多汉臣 被正式任命为燕国官员 这一政权史称前燕 系慕容部建立了一系列燕国中的第一个 他虽未得到晋朝的承认 但其王朝实体已然形成 已不需要晋朝复权了 称王之后 慕容晃开始着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他先是联合后兆消灭了鲜卑段部 将其瓦解后 又瓜分了他们的势力 随着段部被消灭 慕容晃和后兆从盟友变为敌人 两者先是在幽州起了争端 后来 石虎又对前燕发动了两次进攻 甚至有一次 直接打到了前燕的都城集成 慕容晃健壮 甚至想要逃回辽东 好在国相封义等人选择坚守 并组织兵力全力以赴地进行防守 才守住了集成 并让石虎知难而退 石虎没能一举拿下前燕 慕容晃缓过劲后 对后兆发起了猛攻 但也没能将其拿下 自此之后 前燕和后兆成为了死敌 天有不测风云 前燕和后兆相持的局面 随着石虎的去世彻底被打破 石虎死后 后兆发生了大规模图湖事件 燃敏发布了图湖令 发动全国对湖人赶尽杀绝 强大的后兆在一夜之间便轰然倒下 后兆的倒塌 给了慕容市踏足中原的机会 当时慕容晃已经去世 他的儿子慕容郡继位后 派慕容克、慕容平、慕容锤杀进河北 经过连年的苦战 慕容市消灭了后兆和染味的残余势力 并吞并了后州的东半部分 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充 前燕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势力范围 主要靠慕容龟和慕容晃打下的基础 尤其是慕容龟是整个鲜卑慕容的奠基人 但即便是拥有如此强的实力 他们依然选择向晋朝称臣 但慕容郡想超越父辈们的高度 公元352年 他打破了向晋朝称臣的传统 宣布称帝 并迁都于叶城 正式结束与西晋的附属关系 成为盘踞一方的帝王 虽然慕容龟、慕容晃都是当时豪杰 但他们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汉化政策 他们之所以实行汉化政策 一方面是想和汉人学习 另一方面则出于非常现实的目的 永家之乱石 中原被胡族占领 汉人四处流袭 一大批人跟着禁原地去了江东 又有一批躲到梁州依附前梁 但河北、河东的汉人却始终四处流浪 居无定所 而这两个地方又是北方盛产士族的地区 刘汉、石兆政权 虽然其君主有一定汉化思想 但其国家体制都是以胡人为主 胡汉分治政策 不仅让汉人在感情上无法认同 政治上也没有出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慕容市在辽东异渝 实行彻底的汉化政策 必然吸引大量汉人士族投奔 而汉人士族的参与 让慕容部的政治体制更加完善 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农业化的生产方式 又让慕容部部民与土地 形成了稳定的结合关系 对部民的控制更加稳固有利 依靠汉化而取得成功 这是慕容部迥异于流汉、石兆 以及宇文部、段部 乃至拓跋部的地方 而汉化为慕容市带来的好处 远不止这些 从慕容归时代 慕容市就放开胸襟 让朱子弟学习汉化知识 系统的教育让慕容市迅速进入 人才爆发期 慕容晃从小就授业于 汉人经学大师刘赞 上经学、善天文 在位时扩大了学校规模 还亲自到学校讲课 这又比石乐指挥办学更进一步 文化水平当然不是衡量 部族首领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 会不会写文章 懂不懂经学 对统治部族也不是必要条件 但深厚的汉化功底 对于提高治理水平 促进部族统治秩序正规化 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慕容晃之外 慕容归的儿子中 还有慕容汉、慕容仁、慕容钊等人 都是杰出的将才 特别是慕容汉 长期统兵作战 在与宇文部、段部鲜卑的作战中 不落下风 还以极为宏阔的眼界 为前焉制定了定辽东 下中原的战略决策 慕容晃的儿子中英才更多 第四子慕容克文武全才 在慕容晃死后 实际上挑起了慕容部的大梁 率军东征西讨 帮助慕容部取得了许多关键的胜利 慕容克最令人称道的 是他谦和的态度 和令人称道的政治品德 慕容郡即位后 由于自身能力不足 对其他有本事的兄弟 都有猜防之心 其五帝慕容锤 受到他的排挤打压极为明正 但慕容克的品德 使他免于被慕容郡猜忌 甚至在慕容郡去世后 慕容伟主少国仪 慕容平才烈极贤 慕容克仍能凭借其贤明 以一己之力震慑住了邪气 为前焉保持了七年的政治稳定 慕容克这种良好的品德 在胡族中是非常少见的 慕容克的两个弟弟 慕容锤和慕容德 也都是当世最为杰出的人才 一朝之中人才如此极重 这在整个南北朝都是极少见的 纵观前焉的崛起历程 并没有打过什么决定国运的战争 盛世是从一场场小仗中 慢慢积累起来的 一个不足打一两次胜仗不足为奇 但是 今年累月 甚至长达数十年 都能保持极高的胜率 这就能看出不足的底蕴了 慕容部正是靠着底蕴 在漫长的命运拉力赛中 跑赢了周围的民族 前焉虽然曾一枝独秀 但兴盛过后就是衰落 慕容郡登基之后 就一直忙于攻城掠地 在厚照地盘这件事上 就花费了很多时间 在这期间 又和东晋的北伐军 发生了两次战斗 虽然两战皆胜 但此时的前焉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状态了 前焉从慕容晃时代 就一直在打仗 军队已经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 这些年 前焉的地盘虽然一直在扩大 但军队并没有增加多少 分布在地盘上的平均势力 是被瘫薄了的 在慕容市攻城掠地的同时 前秦也趁机崛起 到了慕容郡时代 已经能跟前焉并驾齐驱 此前 慕容郡曾想组织一支 150万人的大型军队 一举消灭前秦 但还没来得及实现 就去世了 前焉经过60年的积累 才积攒了抗衡中原的实力 连年的战争 不断消耗着前焉的国力 而慕容郡又不具备 父辈们的治国能力 除了发动战争外 并不重视农业发展 导致前焉的国力 一直被消耗 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到了慕容伟时代 已经将祖父辈们打下的底子 基本上耗光了 在慕容伟 做皇帝的几年时间里 一直与衰弱的东晋争夺河南 但仍然无法取胜 公元369年 环温突然发动北伐 直接威胁到前焉政权 次年 前秦眼见慕容似气数已尽 率领大军只取前焉 一举将其灭亡 慕容似自皇帝以下的王公贵族 悉数被扶至长安 此前 孝傲中原的慕容似 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但天不觉慕容似 当心高气傲的慕容皇室 被俘虏到长安后 慕容锤选择了暂时苟且偷生 他心里抱定一个信念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正是凭借这种信念 才让慕容锤成功翻盘 最后建立了厚焉政权 慕容锤的成功不是偶然 他能成功翻盘 完全是靠自身争取的 慕容锤是慕容晃第五子 是一位雄武过人 天资过人的英雄人物 慕容晃对他尤为喜爱 甚至超过世子慕容郡 由此 慕容郡对慕容锤极为嫉恨 慕容郡即位后 慕容锤虽被封为吾王 但慕容郡对其不理不睬 就在燃敏在后兆 发动屠湖运动的时候 后兆国内已经是一片混乱 敏锐的慕容锤 最先提出趁机攻打后兆 但慕容锤听后置之不理 直到其他大臣 反复觐见同样的建议 慕容锤才同意出兵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故意边缘化慕容锤 把他赶出权力中心 在前沿的政治版图中 慕容锤处在慕容课之后 还情有可原 因为慕容克的能力很强 但慕容郡为了排挤慕容锤 把能力一般的慕容平 刻意排在他之前 甚至在慕容郡临死前脱孤时候 宁愿让杨璐参与进来 也不给慕容锤机会 对于慕容家族给他的屈辱 慕容锤并未选择仇恨 而是一如既往的 为慕容市鞠躬尽瘁 身先士卒 公元369年 桓温率领东晋军队 再次选择北伐 已是强弩之末的前焉 在桓温面前节节溃败 禁军直接推进到 距离夜城二百里的地方驻军 慕容伟得知消息后 吓得急忙要去龙城躲避 就在启程之际 慕容锤主动请命 表示愿意率军前去迎敌 和禁军决意死战 此时的慕容伟还在怀疑慕容锤 不想任用他 但除了慕容锤之外 又无人可用 为了保命 慕容伟同意 让慕容锤带兵前去迎敌 在作战方面 慕容锤是一等一的天才 双方军队在航头相遇后 慕容锤一眼 便看出桓温的命门 禁军长途跋涉 两响补给线非常长 而且只能通过陆路运输 于是慕容锤果断选择了 兼臂青野 和桓温打持久战 眼见慕容锤闭门不出 桓温只得选择强攻 但尝试数次都无功而返 此时的桓温已经遇到了凉荒 眼看短期内功成无望 于是选择退兵 慕容锤料定 此时的禁军士气 必然非常低落 于是一鼓作气 乘胜追击 率领军队前去追赶 慕容锤让士兵们 在追赶的时候保持距离 用呐喊和锣鼓声 让对方感到恐慌 就这样追赶了七百里 禁军的士气 已经彻底被耗尽 慕容锤眼见时机已到 下令对禁军发起总功 一举将禁军主力击溃 此役过后 前焉暂时转危为安 慕容锤也凭借此役名声大振 他本以为从此在朝堂上 能够得到话语权 没想到 这场大胜 却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把控朝政的慕容锤 是一个心胸狭隘 杜贤疾能的人 他不但没有对慕容锤进行嘉奖 反而联合太后一起谋划 诛杀慕容锤 后来消息走漏 慕容锤得知了慕容平的奸计 有人建议慕容锤先下手为强 除掉慕容锤后 并取而代之 但慕容锤不愿意手足相残 于是 在其子慕容令的建议下 到前焉旧都龙城 暂时躲避 慕容锤听从了建议 并找了借口 北上前去龙城 没想到刚走到邯郸 慕容锤的儿子慕容林 趁机逃到叶城前去告密 慕容平知道慕容锤的动向后 派兵前去追杀 慕容锤知道 龙城是去不成了 叶城更是回不去 天下之大一时想不到容身之处 被逼到绝路上的慕容锤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赴往前秦去投奔福建 这么多年来 前焉和前秦之间 一直在相互攻伐 在投奔之前 实际上慕容锤心里也没有底气 但他已经没有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前往 起初福建得知 慕容锤前来投奔并不相信 以为其中有诈 后来福建派人到前焉打听后才得知 慕容锤出走实属无奈 福建是一个心胸宽广之人 而且非常爱财 于是收留了他 并封其为冠军将军 前秦国相王猛 曾多次建议福建除掉慕容锤 以防后患 但福建依然坚持己见 重用慕容锤 公元370年 福建建慕容平祸乱朝政 已经惹得天怒人怨 于是趁机攻打前焉 国相王猛率领大军接连告捷 拿下了河东和晋阳 慕容委委派慕容平 率领40万大军前去救援 慕容平出征之前信心满满 因为前秦兵力不能和前焉相比 如果此次率领燕军出征的是慕容锤 毫无疑问能得到胜利 王猛虽然很强 但在慕容锤面前还逊色不少 此次前焉挂帅出征的是慕容平 在打仗方面都比不过王猛 更无法和慕容锤相提并论 慕容平不懂得兵分几路来牵制秦军 也没有一股作气拿下秦军的实力 更不会见招拆招 每当秦军来袭只能被动挨打 慕容平在对付秦军方面没有本事 但搜刮自己士兵的时候非常狠 燕军扎营安债后 慕容平派人把水源和做饭的柴火垄断起来 士兵必须自掏腰包购买才行 慕容平从中获取暴力 同时也把自己推入了深渊 慕容平这番操作让士兵们彻底寒了心 根本无心作战 王猛剑撞对燕军发起了猛攻 一口气歼灭了燕军五万余人 福坚又派出十万大军乘胜追击 一举攻陷夜城 慕容纬以下的王公大臣悉数被俘 自此之后 先被慕容的统治阶层被连根拔起 虽然慕容纬等人都被福坚授予官职 但慕容室全都成了福坚任意处置的战利品 慕容室清和公主被福坚纳为妃 慕容纬的弟弟慕容冲 因长相俊美也被福坚照为男宠赐予他人 慕容锤也没有幸免 他的妻子段氏因为颇有姿色也被福坚霸占 福坚灭乾燕之后 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东晋 匪水之战爆发前的数年中 前秦大军不断南下进攻东晋南洋 襄阳 淮北等地 慕容纬 慕容锤 慕容岳等人都率军征战 慕容锤催城拔寨 在东晋京汉战线屡建齐功 因此也更得福坚的信任 公元383年 匪水之战爆发 福坚大败 仅以千余骑兵 逃至当时在张口的慕容锤军中 不少前燕旧臣和慕容氏亲族 都劝慕容锤杀福坚起事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 福坚一败 军心大衰 加之东晋成胜反攻 枪人 丁灵 乌环等一族蠢蠢欲动 前秦乃是破骨任人锤之事 但慕容锤感念当年福坚收留之恩 不忍杀之 反而把手中兵权拱手交还 君子不成人之威 慕容锤此时的表现 光明磊落 令后人称道 慕容锤虽然对福坚很客气 但不代表他忘了王国之恨 只是他公私分明 不想以怨报德 在报答完福坚对自己的厚爱后 慕容锤找了个借口去驻守关东 然后趁机把慕容氏子弟 全部带到乾燕境内 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重新谋划光复之事 当得知慕容锤在乾燕故地落脚后 散落在各地的慕容氏子弟 和乾燕王公旧臣 纷纷前来投奔 就连乌环 丁灵等部落 也来投奔慕容锤 一时间慕容锤实力大增 麾下部中多达二十万人 已经成为一股比较强势的力量 在众人的拥立下 慕容锤于公元384年正月 自称为燕王 并恢复了乾燕时期的行政建制 至此宣告燕国复国 复国之后的慕容锤 开始着手于扩大地盘 慕容锤先把目标放在了洛阳 并一举将其攻克 随后又着手攻打乾燕旧都叶城 此时把守叶城的是福坚的儿子福匹 慕容锤并未着急进攻 而是一边围困叶城 一边派自己的儿子慕容农 到河北一带攻城掠地 扶劈健壮 派手下大将十月前去迎敌 但十月不是慕容农的对手 不但军队被打得溃败 十月也被斩杀 在慕容锤围困叶城期间 丁陵部、高沟黎、匈奴徒各部 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厮杀 后来已经归附慕容锤的丁陵部突然返水 慕容锤不得已将其灭掉 然后继续围困叶城 经过一年多的坚守 扶劈依然没让慕容锤攻城成功 但自身实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 慕容锤念伏间的不杀之恩 有意放扶劈一马 只要他愿意交出叶城 就让他顺利离开叶城 但扶劈此人意志力极强 不但没接受慕容锤的示好 反而向率师北伐的东晋大将刘劳之求援 希望能一起联合起来消灭慕容锤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 只要刘劳之愿意和扶劈联合 就能夹击击退慕容锤 但刘劳之没有将扶劈放在眼里 他打算先消灭掉慕容锤 然后再攻打叶城 但刘劳之根本不是慕容锤的对手 慕容锤面对刘劳之率领的交兵 故意让军队洋装失败撤退 刘劳之见状命令全军追击 结果中了慕容锤的埋伏全军覆没 刘劳之仅率领几名亲兵得以幸灭 慕容锤击溃刘劳之之后 紧接着掉头北上 接连拿下冀州、中山、信渡等地 并收复了大批慕容市故地 紧接着慕容锤将国都设在了中山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根基 公元385年 扶劈眼见慕容锤已经势不可挡 无奈之下 选择弃城而去 慕容锤顺手接过了夜城 至此 慕容锤已经将前燕故地全部收复 并将前秦的势力彻底赶出河北 公元386年 在众人的劝劲下 慕容锤选择称帝 国号依然是燕国 后世将慕容锤建立的燕国称为后燕 完成这一系列的操作后 慕容锤已经61岁 到了人生的暮年 慕容锤建国后 敌对势力还有很多 翟辽统领的丁陵部族实详实判 甚至还在华台一带建立了政权 慕容红 慕容冲 慕容勇 相继率领在关中的慕容鲜卑起誓 最后在河东南部建立了西燕政权 匈奴鱼部也在河东北部不断闹事 更有拓拔鲜卑在代北不断恢复部族势力 拓拔部首领拓拔归雄才大略 成为代北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慕容锤采取先南后北由东向西的策略 先击灭了盘踞在河北南部的丁陵宅魏政权 而后不断发兵进攻山东与河南 将山东半岛收入囊中 基本上恢复了乾燕的旧疆 此时 后燕的势力达到极盛 慕容鲜卑之所以能完成复兴 与慕容锤出众的个人能力是分不开的 同等条件下如果由乾燕雇主慕容伟之流来当领袖 或许能不同程度的恢复旧疆 但绝无可能把乾燕全部僵士恢复 整个慕容部中没有任何人具备慕容锤出众的军事水平和坚韧意志 后燕此时只是达到了军事上的集胜 任何一个国家绝不能仅靠军事胜利来维持运转 乾燕因穷兵独武而亡 那么后燕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 慕容锤的当务之急是迅速将战时状态调整到和平状态 和平状态主要包括完善的政治制度 权力分配秩序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相对缓和的内外矛盾 南征北战是慕容锤的强项 可以以一敌百带领军队攻城掠地 但治理国家是一个精细活 需要耐心和恒心更需要大量人才的辅助 在这方面慕容锤显得有心无力 一方面它已经年事已高 另一方面慕容室已经人才凋零 慕容锤是整个慕容室的天花板 没有人能够超越它或者接近它 胡人在制度建设方面是缺乏创新能力的 慕容锤只能照搬前燕和未进的制度 但此时的后燕和之前的朝代存在不同之处 全盘照搬会过于死板 需要对前朝的制度进行修补和扩充 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只有汉人 然而慕容锤称帝后并未重视汉人的作用 整个帝国的军政大权全部掌握在慕容室手中 慕容锤的儿子们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权力 导致权力分配失序 当初慕容锤一称帝就立了慕容宝贝太子 但这位宝贝太子并非储君的材料 于才于德都没有超出几个兄弟多少 甚至在军事才能方面 还弱于慕容龙、慕容龙、慕容林等人 慕容锤为了增加慕容宝的分量 从历史的固执堆里把大蝉鱼这个封号捡回来 加授给慕容宝 或许出于局面尚不安定的缘故 慕容锤并没有消夺慕容室宗族的权力 这无疑为军权的代际传承埋下了隐患 后烟国内发生的这一切 都被在北方复国拓跋市看的眼里 他们早就伺机而动 谋求对后烟动武的机会 拓跋部早年历代国 为前秦所灭 后拓跋归附代国 其称帝后定国号为位 慕容、拓跋两部早年是姻亲关系 慕容郡的一个女儿 嫁给拓跋归的祖父拓跋十一介 但极致后烟灭西烟 其势力范围拓展至河东、戴北后 两家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慕容锤自视实力强大 易与微服拓跋部 使之成为后烟的藩属 但拓跋归雄心远大 不甘为后烟所控制 他目睹后烟政局不稳 早就有心要与后烟一决雌雄 公元395年 拓跋归发兵进攻后烟 慕容锤随即兴兵乏味 易于一举消灭永绝后患 后烟国中并不是没有明白人 散其常世高胡 看出后烟经过长期战争 需要修养生息 况且拓跋归才掠过人 与魏作战不仅不能急速攻克 还会伤国本 因此极力劝阻伐魏行动 慕容锤出乎意料的大怒 罢了高胡的官 派太子慕容宝率军北征拓跋魏 往年进攻西烟时 后烟国中就出现了 驶马疲蔽的问题 有人建议慕容锤应暂缓军事行动 慕容锤也想接受 但因慕容勇另立政权 对后烟法统形成严重挑战 而且戏出同源 对慕容是王公贵族存在一定吸引力 内部隐患比周边的部族政权大得多 因此慕容锤倾其全力消灭之 其实拓跋鲜卑远在域外 对后烟法统和国内政局并无多大影响 但慕容锤不顾连年战争造成的不良影响 想避其功于一役 这显然是对军事政治形势的重大误判 慕容宝率兵八万进入戴北 拓跋鲜假装后退示弱 慕容宝本无什么军事上的见识 于是挥师向前 一步步深入拓跋部的腹地 拓跋鲜一边率主力 与燕军隔黄河对峙 一边分派陈流公拓跋前 率骑兵五万屯河东 东平公拓跋仪 率骑兵五万屯河北 略阳公拓跋尊 率骑兵七万阶段燕军归路 同时 拓跋鲜还勤捉厚烟的信使 并散布流言说 慕容锤已病死 慕容宝数月不知后方消息 心中疑惧 拓跋鲜持重不战 与燕军从八月对峙至十月 期间慕容宝的弟弟慕容林的手下人 发动兵变 企图拥立慕容林为帝 虽然立即被平定 但此后 军中人心更乱 慕容宝虽不顾军事上的大忌 在敌军正面轻易撤军 也是天有凑巧 黄河突然风动 拓跋鲜见机不可施 精选两万骑兵 踏兵过河追袭燕军 慕容宝非常大意 派出去殿后的军队 既没有足够的警惕心 也没有远处侦察 燕军到达参合结甲休息时 魏军突然追至 燕军来不及招架 当场崩溃 慕容宝仅已身灭 拓把脸下令 将俘获的数万燕军全部坑上 后燕经此一役 元气大伤 慕容锤打破常规派太子亲征的做法 也被无情地打了脸 慕容锤之地慕容德 看到了慕容宝地位受损的长远危害 劝慕容锤一定要亲征拓拔位 以挽回岌岌可危的形势 慕容锤此时已是七巡老人 虽然威名尚在 但已患病在身 左右思量后 还是决定亲征拓拔位 公元396年3月 慕容锤召集各军阵驻守军队 留弟弟慕容德守中山 慕容宝的世子慕容惠守龙城 自率大军秘密出征 行军作战靠的是对形势的判断 以及每一步行动的合理性 慕容锤深知拓拔步以骑兵建长 又了敌人感到燕军心败 防备松懈 他没有走大道 而是选择越山而进 直到靠近平城 才派出骑兵突袭 拓拔前仓促出战 被燕军击杀 拓拔归忌惮慕容锤的威名 远远躲开不敢交战 慕容锤想要率军继续北进 然而前日他经过参赫时 看到数万燕军残骸 气得并发呕血 此时病情愈加严重 无奈只好颁尸 燕军回至上谷举阳 慕容锤病亡 慕容锤死后 后燕内部顺时乱作一团 虽然慕容锤已经策立慕容宝为太子 并为其安排了辅政大臣 但他的能力实在有限 不但压制不住自己的弟弟慕容林 就连自己的儿子慕容慧 慕容胜 慕容策等人也开始与其争夺皇位 后燕瞬间陷入分崩离析的边缘 看到慕容室乱成一锅粥 慕容锤的弟弟慕容德 心里非常着急 作为家族里的元老 他的哥哥们都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过 如今光复大燕的任务突然落到他的头上 慕容德是慕容锤最小的儿子 比慕容锤小十岁 在他的壮年时代 慕容俊 慕容克 慕容锤等人都是独当一面的认为 大多数时间慕容德只能充当配角 而慕容德性格比较平和 对皇位没有什么欲望 甘于在哥哥们的光环下生活 这种性格也让他在惨烈的皇室争斗中安然无恙 后来前秦崩溃 慕容锤开始兴起光复大燕的事业 慕容德眼见慕容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于是转头慕容锤麾下 慕容锤对慕容德的才德和能力有很深的了解 当时正值用人之际 慕容锤对慕容德为以重任 在军国大事上 慕容锤都会听从他的建议 慕容德的特点是老成稳重 这在普遍刚猛号战 清锐有余 稳重不足的慕容士家族成员中 是相当可贵的 所以慕容锤临终之时 一命慕容德率重兵镇守城 其义就在于借重他的老成持重 为危机重重的后燕帝国加上一道保险 公元398年 北魏攻陷燕都中山 后燕境内崩溃 没有一处能坚守下来 慕容德在夜城苦苦支撑 忠因夜城城池太大 难以固守 故而撤向华台 有道是强倒众人推 后燕在北方被北魏打成筛子 一直忍气吞声的东晋 顿时也来了兴趣 东晋开始发兵进攻华台 虽然不断吃败仗 但与北魏合力 打得慕容德两面受敌 难以应付 慕容德将夜城中的家属和军民接出 四面环顾 并无一块立足之地 如果换作常人 比如那帮逃到龙城的 以慕容堡为首的皇族 估计就立即做鸟兽散去 在此关键时刻 慕容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稳定军心 此时的慕容德 已是慕容市家族中辈分最长 年纪最大 滋望最高的人有他在 野心家不敢争权 不会发生慕容堡在龙城被反叛 最后死在自己人手里的惨事 有他在 总代表着希望 他可是当年打过航头之战 跟东晋五万大军对抗过的英雄 有的时候 跨越过不平凡时代的人 本身就是力量的象征 慕容锤没有看错他 几经权衡 慕容德决定率重东行 进入山东 山东青旗 狼环诸州郡 此时处于东晋掌控中 但东晋环旋 正跃跃欲试 要篡位自立 内部矛盾严重 无力顾及原边之地 而北魏也在集中 全力扫灭厚烟 在辽西的残余势力 因此 山东没有强大的外力 阻止慕容德 慕容德率军 连克广固 狼山 营城 宁阳等地 青旗诸州 基本被慕容德控制 公元四百年 六十四岁的慕容德 在广固称帝 改元建平 史称南宴 慕容德 吸取了前焉 后焉 穷兵独武的教训 称帝后 既不向北魏报仇 也不向南方发展 只是固守清旗 满足于御敌国门之外 即使后来东晋爆发 环旋之乱 出现可乘之机 慕容德也没有发兵南下 如此低调的发展策略 在诸湖政权中 实属一股清流 慕容德除了不急功冒进之外 还因为所占山东数州之地 人少俐弱 保存下来的两万余人 实在经不起折腾了 另一方面 慕容德真正认识到了 一味好战的下场 反思自祖父慕容归创业以来 六十多年时间 升聚教训 积蓄力量 才换来慕容俊 在中原的后积薄发 然而 即使是六十多年的资本 也仅能支撑 前后二烟二十多年的战争 强如兄长慕容锤 对外战争几乎战无不胜 也没有打下一个铁桶江山 有些道理本不难认清 但难在 有很多人的思想惯性太大 遇到弯不会转 慕容俊如此 慕容锤如此 后来的子孙辈更是如此 而今 慕容德以两代帝国写的教训 终于换来了思想上的转变 低调不是为了和平 强敌环伺之下 和平换不来生存 低调是为了收回拳头 积蓄力量 以便在需要时 能够更有力地挥出去 慕容德利用敌国 暂时顾及不到 自己的宝贵战略控当 集中力量开始打理内政 他极力清查阴护 把鲜卑贵族控制的 私人户口清理出来 重新纳入国家统一控制之下 这一举措损害了不少 勋贵的利益 以至于激起了一起兵变 好在被慕容德及时平定 但从长远看 印户问题一天不除 对于南雁这个体量极小的国家来说 必定严重影响国力 这件事 慕容德办得很对 在此基础上 南雁还广泛推行了阔户之策 全国一共清理出五万八千户 为国家增加了大批税源 慕容德在商山开设了制铁作坊 在乌长泽设置了阎官 以增加国库收 这都是政局稳定 民生向好的标志 政治上 慕容德也颇有建树 他鼓励陈鼠们直言 一次君臣大宴 慕容德问朱臣 自己能和古代哪些君主相比 青州刺史居众吹捧说 陛下是和下朝绍康 东汉光武帝一样的贤军 慕容德当场宣布赐居众一千匹薄 一千匹可不是个小数目 即使立了大功也不至于赏这么多 居众吓得连连推辞 慕容德大笑说 你拿肉麻的话调戏我 我就拿这个赏赐调戏你 尚书韩范在旁直言批评说 自古天子无戏言 忠臣无妄对 刚才君臣的言谈互相欺哄 可谓君臣俱师 韩范的话说得有些刺耳 慕容德却毫不以为许 反而赐了他五十匹卷 以鼓励他的直言 在慕容德的倡导下 南燕朝野一时出现了 静香直言的良好局面 在齐鲁大帝扎下根后 慕容德对齐鲁文化 表示出了浓厚的热情 他遍访齐帝先贤旧计 到迎丘 拜望了战国名臣燕英的墓 和西汉成阳王刘彰的庙 并宴请本地树老 久违了的汉化举动 令慕容仙卑赢得了齐鲁百姓的拥戴 在此亲自主持的太学诸生的测试结束后 慕容德与众臣讨论起齐鲁的先贤人物 尚书鲁岁赞扬慕容德认为 可与当年武王伐咒而封比干幕 汉高祖临卫帝 记信邻军之坟相提并论 这个比拟固然有过欲之嫌 但也鲜明地显示出 南燕的执政风格 已全然不同于前后二眼了 慕容德平稳地当了五年皇帝 于405年年底撒手人寰 享年七十岁 慕容德的儿子们 在当年慕容锤复国之时 被前秦全部杀害 故而慕容德把皇位传给了 哥哥慕容娜的儿子慕容超 关于慕容超 还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 当年慕容德被福坚派去南征东晋 慕容德离家前 给母亲留了一把金刀 慕容锤起兵后 前秦把慕容德的哥哥慕容娜 以及两兄弟的儿子们 全部杀死 慕容德的母亲 公孙氏因为年龄大 豁免 慕容娜的妻子段氏 当时正怀着身孕 被关在狱中 御元利忽颜平 是慕容德的老部下 曾经犯过死罪 被慕容德赦免 忽颜平感念雇主的恩德 于是带着公孙氏和段氏逃走 在羌人部落中避难 段氏后来生了个儿子 就是慕容超 十年后 公孙氏病死 死前把金刀拿出来交给段氏 让他们母子找机会返回东方 姚氏后秦建立后 段氏母子成了姚秦 要挟后燕的人质 慕容超身材高大 英姿过人 他怕引起秦人忌骇 便装风卖傻 出去乞讨 以此骗过了秦主姚星 慕容德听说 哥哥尚有一父子在后秦 便前使迎接 慕容超在燕使的协助改换名姓 终于逃回南燕 然而 这位经历传奇 仪表出众的慕容超 并未给南燕带来新的希望 身世坎坷的慕容超 没有任何战功 更没有执政经验 通常这种情况下 没有经验的君主 需要在老臣们的辅佐下 平稳地度过权力交接时期 免得国家因为君王更替 而出现动荡 而慕容超 没有延续慕容德身上 理下贤士 虚心纳贱的品德 他上台后 第一件事就是清洗慕容德时代留下的旧臣 同时 启用他祖母公孙氏的外妻公孙五楼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只要是宦官和外妻干政 朝堂必然会一片乌烟瘴气 南燕也不例外 虽然慕容超凭借公孙五楼等人的帮助 清除了一己 但也把南燕的根基给动摇了 此时东晋的实际掌权人刘裕 看到南燕内部出现混乱 于是 准备找机会对其发起攻击 公元409年 刘裕发动北伐 水路并进朝着南燕进军 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 在强大的攻势下 宜蒙山以南的区域迅速被刘裕拿下 此时慕容超有些慌乱 他召来公孙五楼商量对策 公孙五楼虽然是摆弄权术的权臣 但在国家生死这件事上 还是非常谨慎的 他知道 东晋此次北伐最大的命门 是粮食补给问题 或者说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长途作战 粮草补给是重中之重 只要能切断进军的粮草供应 或者说让其补给变得困难 就能以意带劳 取得战争上的主动权 此外 公孙五楼还清晰地意识到 燕军人数虽多 但战斗力不如进军 而且现在没有能指挥大规模战斗的将军 不适合与进军正面硬扛 基于这些判断 公孙五楼给慕容超提了三个计策 主张让他截断进军的粮道 实施兼臂清野的策略 不要主动和进军正面交锋 要坚守城池 让进军粮食吃紧自动退去 公孙五楼提出的建议 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却是最适合难验的 但此时的慕容超正处于年轻气盛之时 他需要一场大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提高自己的威望 而此次进军来犯 正好给他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他自视燕军骑兵多 能击垮以步兵为主的进军 于是没有采纳公孙五楼的建议 反而主动寻求和进军正面战斗 此时刘玉统帅的东晋大军士气阵望 他们看到面前是一片平原 并无可埋伏之地 而且田地里有庄稼 并不用担心粮食补给问题 而且四周道路通畅 可以在局面不利的时候迅速撤退 这种场面让进军觉得不真实 这不像是长途奔袭作战 更像是在主场以意待劳 士气高涨的进军 在刘玉的率领下 一鼓作气打败了公孙五楼率领的燕军 慕容超健壮 认为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于是主动打开城门 率领骑兵主动迎敌 本想凭借骑兵的优势 对东晋的步兵展开屠杀围剿 但慕容超期待的局面没有出现 刘玉作为进军的统帅 本身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 慕容超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他知道燕军以骑兵为主 于是将自己的步兵战车 围成一个包围圈 步兵在中间往前推进 这一招直接破了慕容超的骑兵大阵 就在双方对峙之际 刘玉亲率一支队伍 直奔燕军的大后方林驱城 并成功将其拿下 眼见自己的大后方被截断 慕容超无心恋战 急忙撤出战斗 往都城广固撤退 刘玉等的就是这一刻 他见慕容超逃跑 于是率领大军一路追赶 最后将广固城团团围住 此时的慕容超 已经不敢出城应战 使得派人到后勤求救 此时的后勤 在赫连勃勃的侵扰下 自顾不暇 没有能力前去相救 眼见情势越来越危急 很多南燕大臣为了保命 偷偷跑出城 向刘玉投降 在此期间 公孙五楼还尝试过 通过挖地道的方式 骑袭进军 但最终于事无补 慕容超眼见大势已去 派人前去向刘玉投降 并表示 双方可以以大官为戒 南燕今后向东晋称臣 已经胜券在握的刘玉 根本不理会慕容超的请求 而是进一步收紧了围困的政策 直接挖断了广固城门的水源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围困 慕容超彻底撑不住了 他打算殊死一搏 率领几十个骑兵 试图突围逃跑 却被守在城外的禁军 逮了个正招 此次禁军北伐消耗严重 刘玉本想用图城的方式 振奋一下军队士士气 但在南燕降降韩范的 极力劝阻下 刘玉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虽然放过了普通百姓 但没放过慕容室王公贵族 除了慕容超几位核心人员外 其他皇室人员皆被当场处死 而慕容超被押送至健康斩首市众 公元410年 横行驰骋一百多年的鲜卑慕容室 彻底被消灭 从慕容归为慕容室打下强盛的基础后 慕容室历经三起三落 先后建立了前后西南四个燕国 但这一切都随风而去 彻底淹没在历史大潮中 放眼整个南北潮 能征善战的人有很多 但同时具备军事谋略 政治头脑 并在行事作风方面 成为世间楷模的人并不多 而刘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北灭后勤 南燕 西出川鼠 缔造大燕 一举一动都在左右整个时代的走向 堪称南朝第一帝 刘豫的成功 是时事造英雄的结果 但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善于运筹帷幄 刘豫小名济奴 新契集曾经在词中写到 侠养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继奴层著 刘豫并非出身于穷苦人家 而是家道中落 他为了寻找出路 毅然决然地选择入武从军 在冠军将军孙无忠手下 担任司马一职 当时谢家已经逐渐退出了 东晋的政治舞台 把持朝政的是会计王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本人嗜酒如命 整天喝得鸣鼎大醉 大多数政务 基本上都是他儿子司马元显在过位 这样的人把持朝政 可想而知 当时的东晋朝堂有多乱 公元396年 晋孝五帝遇刺身亡 他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 视为晋安帝 司马德宗天生愚笨 实际上就是一个傻子 看到这样的人当皇帝 司马道子父子两人愈发肆无忌惮 为了进一步把持朝政 司马元显不断地扩充手中的兵力 为了补充兵源 他们在三吴地区疯狂地抓壮丁 酿成了很多人间惨剧 三吴地区的民众都憋着一口怒气 此时 东晋王朝的内部矛盾 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国家的军政大权 在司马道子父子手中 民间的土地 则被士族们牢牢掌握 士族在官场上都是世袭制 在这种情况下 寒门子弟上升的通道彻底被堵死 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 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火药桶 只要点一把火 立马就能爆炸 而点燃这把火的人 就是司马元显 司马元显平时嚣张跋扈惯了 杀几个人对他来讲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就在此时 他杀了五斗米道的首领孙泰 孙泰的侄子孙恩 为了逃难 逃到北海北斧军首领 王公那里寻求庇护 王公是孝武帝皇后的弟弟 一直与司马盗子父子水火不容 在王公的庇护下 孙恩重新集结了五斗米道的信徒 于公元399年从海上杀回来 一路占领了会计 三吴地区的民众看到孙恩带兵打来 于是 八郡同时行动 杀死郡守来呼应孙恩 眼见形势不妙的司马盗子父子 紧急调动北斧兵进行镇压 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峙 刘豫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崭露头角 此时36岁的刘豫还仅仅是一个参军 在古代这个岁数已经不算年轻 往上爬的空间比较有限 长期以来 他都是混迹在基层 很难有出头的机会 但这是在乱世 只要具备过人的军事才能 并有机会展现出来 就能在乱世中封侯败相 当时司马盗子父子 调集刘劳之率领北斧军 会同谢衍将军一起前去镇压孙恩起义 在出征之前 刘劳之将刘豫掉入自己身边 并委任他为参军之职 在乱世建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刘豫不仅具备过人的军事才能 运气也是出奇的好 当他和孙恩作战时 经常打胜仗 而且是以少胜多 有一次 刘豫率领几十个士兵到前线打探敌情 恰巧碰到孙恩的大军 对方浩浩荡荡有数千人 对方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下令全力围剿刘豫 务必将其擒杀 最后 刘豫身边的士兵全部被杀 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 在逃跑的路上 恰巧碰到刘劳之的儿子刘靖轩 惊魂未定的刘豫 没有选择继续逃跑 而是和刘靖轩一起掉头 直奔孙恩的大军 并成功斩杀数千人 此意展现了刘豫从容不迫的淡定应对 也展现了他面对敌人时勇往直前的气魄 孙恩在刘劳之和谢索的联合打击下 退至海岛 东晋官军乘胜追击 攻克孙恩占据的周郡后 纷纷进行抢掠 唯独刘豫所部军纪严明 不骚扰百姓 公元四百年 孙恩见北斧兵撤走 又登陆进攻会计 驻守会计的谢坛 丝毫不把异军放在眼里 既不设防 临敌作战时也马虎大意 结果被异军击杀 由于当时驻守在巨张县 虽然仅有数百人 但其巨险抗击 孙恩功成不克 又受刘劳之追击 只好退至海岛 公元四百零一年 刘豫在海岩设计大败孙恩 孙恩用优势兵力 却屡屡败于刘豫之手 多次被赶到海上 从此双方都认定 只有刘豫才能克制孙恩 后来孙恩避开刘豫 整大军从海上直入长江 突袭单途直逼建康 朝廷诸军只敢龟缩防守 司马盗子父子 指挥到蒋侯庙败驻 军事上义无措置 后来还是刘豫兼成入园 以区区千余的兵力 与孙恩激战一场 打别不进军顺风顺水的孙恩 一遇刘豫就败 单途健康两战 孙恩大军被刘豫打得四散溃逃 公元402年 孙恩再度卷土重来 但因为屡败于刘豫 军心散乱 战斗力严重下降 结果在临海被禁军击溃 孙恩掳掠的二十余万三五百姓 全都逃散 孙恩绝望之下投海自杀 刘豫经过树战 不仅官升到了下批太守 其勇猛赶战 赋于韬略的名头 也举世皆知 孙恩的余部 在其妹夫卢荀率领之下逃走 不敢再与刘豫为敌 东晋政局稍稍稳定 卢荀后来攻略广州 势力富幼壮大 公元四百一十年 卢荀 徐道富 趁刘豫北伐南宴 率军进攻建康 大将刘毅败于桑洛州 大将和吴继也战死 刘豫率疲惫之师赶回建康 奋勇击退卢荀 卢荀辗转不能取胜 败回广州 后被禁军擒杀 孙恩 卢荀之乱忠告平定 就在孙恩 卢荀之乱平息之际 东晋内部又起了纷争 此事还要从396年 晋安帝即位说起 晋安帝即位之后 司马道子父子和王宝国 霍乱朝政 此举引起王公的不满 于是 王公率领北斧兵 讨伐司马道子 当时掌握周郡兵力的 殷仲堪和环玄 一同起兵驻战 司马道子自知实力不敌 为了保全自己 于是 杀掉王宝国 以此来谢罪 王公此次出兵 引起了北斧大将军 刘劳之的不满 他又率军讨伐王公 并将其斩杀 王公死后 殷仲堪 环玄 杨七等人 也接连出现了内斗 殷仲堪先下手 干掉了杨七 紧接着 环玄又杀了殷仲堪 将荆州拒为己有 环玄是环温的儿子 荆州是环温的老朝 环玄占占领荆州后 得到环温旧部的支持 很快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环玄拿下荆州后 并未停止扩张的脚步 而是趁朝廷镇压 孙恩起义之际 一路打到江州 司马道子自知 不是环玄的对手 但又不能让环玄 肆意妄为 于是 硬着头皮前去讨伐环玄 司马道子父子的底气 来自于北斧兵 但此时 北斧兵将军刘劳之 已经对司马道子 严重不满 他怕帮司马道子 消灭环玄后 自己会成为 下一个被针对的对象 于是选择了倒戈乡下 发兵攻打司马道子 并将其父子生擒 然后处死 经过这一系列内乱后 环玄成功夺取的 东晋朝堂的大权 在朝堂上打压一己 作威作福 此时 让环玄忌惮的 只剩下统帅 北斧军的刘劳之 为了消除这个隐患 便把他调离北斧军 试图以此来夺取他的兵权 此前 刘劳之倒戈 反叛司马道子的时候 刘劉就曾劝他不要反叛朝廷 但刘劳之没听 刘劉见状请辞 因为他看出 刘劳之有点蜀目寸光 跟着他恐有杀身之祸 此番刘劳之被环玄猜忌 他为了自保 再次打算反叛 起兵讨伐环玄 但此时 北斧军已经被折腾疲惫了 他们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 干反叛之事 于是 军队出现了滑变 根本不听刘劳之的号令 刘劳之见状 自知大事已去 于是选择了自杀 自此之后 北斧军成为散兵游勇 环玄则趁机将整个北斧军 都收编至自己麾下 环玄平定了最后一股反对势力 野心很快膨胀 他于403年逼晋安帝善位 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 国号为大厨 这也算弥补了当年环温的遗憾 环玄是晋朝士族的最后代表 士族终于取代皇族 建立新朝 从政治趋势上看 只不过是一场回光返照 环玄虽然拥兵占据大郡 但基本上都是因乱取胜 靠的并不是他有多大本事 顶多就是运气好一些而已 当时一些有眼光的人都看出环玄不能长久 刘玉返回京口后 探知京口的顾将大都对环玄篡权愤愤不平 于是刘玉联合刘毅 诸葛长民和吴记 孟勇 刘道归 王仲德 谭平之等27人结盟 在京口刺杀环玄任命的青州刺史环红 招引北斧兵故旧 聚众1700余人 而后便以惊人的勇气向健康进发 公开讨伐环玄 当时环玄的兵力占据绝对优势 拥有数倍于刘玉的大军 如果能迅速出兵围攻刘玉 纵使不能速胜 也能将刘玉这点可怜的兵赶散 然而 环玄入主健康不久 始终觉得根基不稳 不敢倾其主力迎击 而是错误地采用逐次抵抗的战术 抵挡刘玉的攻势 结果江城一战 刘玉镇斩环玄部下肖将吴辅之 罗洛桥一战又斩其大将黄辅夫 环玄大为阵孔 又遣环迁 便饭之率军两万 屯于富州山东陵门抵御刘玉 刘玉前两战全胜 越打越有状态 一面大使移兵之际 广设旗帜虚张声势 一面领精兵亲自冲锋 刘玉身材魁悔 作战擅使长刀 每次都喜欢冲在全军最前面 声势非常唬人 环迁不下多是收编的北斧兵 本就对环势没有多少好感 此时 在刘玉威猛无比的冲击之下 纷纷倒戈投降 两万兵力就此崩溃 环玄吓得率水军弃城逃跑 刘玉派和无忌 刘道归率众穷追不舍 先是击败环玄留在一城的兵力 续后又沿江西上 进攻环玄的老巢荆州 环玄回到荆州略赶心安 又搜罗了两万兵力 拼尽全力 裹挟着退位的靖安帝反攻刘玉 这一举动显示出环玄的不治 荆州毕竟不同于荆口 建康 金口和建康素来 不是士族所能控制的地盘 故而当年以王敦 环温之墙 都不敢轻易入居建康执政 由于起兵讨伐环玄 以顺讨逆 政治上拥有优势 所以才能以弱胜强 但到了荆州 则是另一番模样 荆州自东晋南渡以来 便一直被士族控制 对东晋中央 实际上没有多少归属感 环玄以环市遗孤 能够轻易入居荆州 与这里的实际民情不无关系 所以刘玉发兵进入荆州后 就失去了政治 民心上的优势 变成了纯粹的军事较量 而环玄坐拥地利与民心 大可以凭奸程与刘玉军对峙 待其施老兵脾退军之时 再以全师追袭 纵使不能大胜 起码稳聚荆州不在话下 刘玉大军携新胜之威 立在肃战 环玄反而迎头决战 此举非常不明智 结果可想而知 环玄虽然水师甚盛 但心败之余兵无战心 征荣州一战 环玄再败 临时拼凑起来的二万大军 一击击溃 环玄成小州逃到蜀中 结果被益州刺史茅渠 遣人击杀 此后 刘毅 刘道归和吴继等 又陆续荡平环玄的党羽还阵 益州刺史茅渠率兵入汉中 杀了环玄任命的 梁州刺史环西 横玄之乱至此全部平定 环玄死后 刘毅第一时间把晋安帝迎回来复位 此时 朝堂之上兵力最盛的 只剩下刘毅一人 在乱世背景下 谁掌握了兵力 就相当于掌握了话语权 但此时的刘毅 还仍然无法在朝堂上称霸 因为他的出身过于卑微 在政治上 根本无法与传统的士族相抗衡 士族虽然没有兵权 但政治号召力非常强 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来打压刘毅 此前 刘劳之被迫自杀 就是因为无法调动士族 刘毅的聪明之处在于 他没有用武力强行压迫士族 而是用政治资源和他们进行交换 在东晋 扬州刺史 历来是京城健康五倍的最高长官 这个职位一般由朝廷最放心的士族担当 刘毅本可以打破这个惯例 但他依然推荐与他私交不错的王密担任此职位 刘毅这样做能够给士族一个台阶下 同时也消除了士族对他的敌意 对于愿意合作的士族 刘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但对公然作对的士族 不论其出身影响如何 刘毅都采取了雷霆手段 发现击杀 金口大族雕癸 环玄之乱时 公然支持环氏 加上他与刘毅早年有些私怨 刘毅便公私一起算 杀了雕癸 发动金口百姓分了他的家产 太原王室的王瑜 王随父子图谋起兵反对刘毅 后来事情败露 刘毅也毫不留情地杀了他们 这种恩威病师的做法 虽然能暂时堵住士族们的嘴 但不能让他们心悦成福 如果一直采用杀戮的方式 解决反对自己的士族 从长期来看 也会给自己埋下一颗雷 再乱世 只有靠建功立业 才能彻底赢得人心 就在此时 四川的侨纵趁机作乱 这给了刘毅建功立业的机会 公元405年正月 一周刺史毛渠 率兵清脚环旋的残余势力 但当地的蜀兵不愿意跟随前往 于是发生了聚众叛乱 将士们杀了毛渠 然后推举安息将军参军乔纵为王 乔纵也没有推辞 凭借占据属地自称成都王 公元406年 刘毅派龙襄将军毛修之前去平叛 最终以失败告终 次年 刘毅再次派出乡城太守刘敬轩 率5000士兵入属 到达前线后 和其他诸将合兵一处 总兵力达到2万多人 刘敬轩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 想把乔纵引诱出来来一场决战 但乔纵并没有急功冒进 而是凭借属地天险 和刘敬轩形成相持之势 由于刘敬轩是长途作战 两想供应等后勤保障是一个大问题 与乔纵相持了两个多月后 两想告急 再加上士兵水土不服 虐己肆虐 非战斗检员过于严重 无奈之下只好退兵 此时的刘毅正在北伐南宴 无暇顾及属地之乱 因此 乔纵之患被搁置了数年之久 公元412年 刘毅派朱灵石率领2万大军再次入属 此次刘毅改变了进攻策略 他嘱咐朱灵石派一支队伍 从中路假装发起进攻 然后大军从外部绕到成都 打一波闪击战 切不可拉锯相持 朱灵石很好地贯彻了刘毅的战略 很快便率领大军直插成都腹地 乔纵自知战略失误 而且大势已去 于是 契城逃至弗林投奔乔道福 乔道福是乔纵的部下 两人在出兵问题上出现了争执 乔纵感觉把控不了局势 最后选择了自杀 乔纵死后 朱灵石率领的大军很快攻破弗林 至此 乔纵在蜀地建立的政权彻底被消灭 纵观刘毅一生几次大的功绩 灭掉南燕是比较高光的时刻 除此之外 当属北伐灭掉后秦 公元416年 刘毅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北伐后秦 后秦的版图像一个不规则的举行 陵西地区以南州为西界 关中地区以延安为北界 山西一带以介修为北界 河南一带则只具有黄河以南的洛阳 郑州 商丘一县 南则以信阳 南阳和陕西商南 汉中为界 犹豫的计划是 首先切割河南洛阳以东的举行地区 然后河滨进攻关中 这个计划比较稳妥而科学 河南东部是后秦力所不及的地方 比较容易拿下 后秦的北界正好有宽阔的黄河水道 立于禁军周师行进 为此 刘豫制定了五路大军共同推进 第一路大军由大将王振厄 谭道记率领 这是禁军的主力 向影川方向进发 目标是洛阳 第二路是偏师 兵力约一万余人 由傅鸿之和新晋的吴郡将领 沈田子率领 进攻五官方向 目的是牵制关中的后秦军主力 第三路由朱陵石 无藩率领 从新野北攻阳城 第四路是水军 由沈林子 刘尊考率领 从石门入黄河 第五路由王仲德率领 从山东后方 从巨野泽河道入黄河 为前面四路大军提供战役支撑 确保顺利拿下河南 为进攻关中做好准备 同时 刘豫还派遣属地方面的偏师 姚真 豆瓦率数千兵力 分别从紫武谷和洛谷进攻汉中方向 由于战略得当 进军一路势如破竹 谭道记率领的大军 相继攻克了新菜 巷城 颖川等地 并俘虏了颖川太守等一众大臣 而王仲德也打通了巨野 进入黄河的水道 并顺利拿下了华台 没过多久 进军就直逼洛阳 当时洛阳首将已经准备投降 但碍于城中其他首将的反对 而不得不出城与谭道记大战 结果驻守洛阳的军队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大后方 后勤前来支援的部队也纷纷撤退 前线形势如此危机 秦王公贵族们应该团结一致商量应对之策 但此时的后勤朝廷 非但没有共同迎敌 反而还在持续内斗 后勤皇帝姚红的弟弟姚义 在此时发动了叛乱 率兵直逼长安 对皇位发起了争夺战 本来 进军已经快将后勤推入了悬崖 此时内部发生的叛乱 则让整个后勤更加雪上加霜 姚红见姚义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顾不上大军压境的进军 而是让叔父姚绍 率军先去平定姚义的叛乱 好在叛军数量并不多 姚绍很快平定了叛乱 虽然叛乱已经平定 但进军已经趁内乱之际 在同关站稳了脚跟 并拿下了夷阳 鱼池等地 此时 后勤唯一的定心丸就是姚绍 他不但具备政治谋略 在带兵打仗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平定完叛乱后 他马上率领五万大军到同关营敌 面对士气正盛的进军 起初姚绍吃了几次败仗 最后败走定成 在此处坚守不出 试图用兼臂青野的方式 耗尽进军的粮草 此次进军所带的粮食不多 多次攻打定成无果后 陷入了粮食危机 如果再不解决粮草问题 恐怕会面临着溃败 此时 王振厄挺身而出到关中去征集粮草 他本是关中人 在当地颇有名望 当地民众本来就饱受后勤压迫之苦 见进军前来攻打 居然踊跃捐献粮食 此举让进军暂时度过了粮食危机 就在定成处于相持之时 犹豫的主力大军在黄河一线 打了一场堪称传奇的大战 之所以说 这场大战具备传奇色彩 是因为 刘豫用步兵把对方的骑兵拉下马 刘豫大军在沿河西上之时 出于礼节 前使向北魏借道伐秦 北魏军臣动起了心思 此前东晋伐后秦 已在北魏中央掀起一场争论 有的人认为 应该联合后秦抵抗东晋 有的人认为 不能招惹新兴的刘豫集团 最终在崔浩等大臣的建议下 北魏明元帝拓跋寺决定坐山观虎斗 此时刘豫下书借道 再次引发了魏帝敏感的神经 虽然截至目前 东晋并未表露出北宫的趋势 但其大军就在国门之外 难保其不会趁势北宫 出于这样的考虑 明元帝派大将长孙松 率骑兵三万沿河被遇 双方在黄河沿岸畔城附近发生摩擦 刘豫的水军沿河而行 拉欠的士兵中被河水冲到对岸的 都被魏军所杀 刘豫气不过 便派兵上岸攻击 但是北魏军一击击走 不击复来 禁军不胜其扰 刘豫望着黄河北岸狼一样的鲜卑骑兵 终于忍不住杀气 祭出了千古一剑的战法 血跃震 刘豫先派人率七百士兵上岸 将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 车阵两头爆河 队形弯成弧形 因为形似心悦 故称雀跃震 每辆战车安排七名战士 北魏骑兵不知禁军是何用意 暂时按兵不动 由于右派猛将朱超时率两千人 每车增加二十人和一张大弩 车外竖起盾牌 北魏骑兵此刻方才明白 原来禁军这是在结阵 于是进攻 朱超时先命令力气小的单兵引弓弩射击 北魏骑兵见禁军兵少见弱 便放心大胆地加速进攻 此时迫近的北魏骑兵已达三万多 朱超时遂令朱车用大弩发箭 为其纷纷中见 但此时北魏骑兵已经离战车很近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大弩近距离的杀伤效果 已经不能遏制魏军的进攻 朱超时急中生智 碎命将士把手中的千余章长朔结成三四尺的短朔 以锤锤之一矛盾折洞贯三四鲁 鲁重不能当 一时崩溃 魏军死伤惨重 大将阿伯干当场被禁军斩杀 魏军退回叛城 由玉派朱超时无番追击 再败北魏军 自此 北魏不敢再袭击禁军 由玉得以顺利沿河西上 却越阵之所以名垂千古 是在于此阵并非事先演练完成的 而是临时起义因地制宜 凭借少量的步兵斩杀数倍于自己的骑兵 这种阵型不能模仿 此后再无成功案例 却越阵不仅为禁军取得了一次大胜 也充分体现了刘豫在作战方面的灵活性 也正是靠着合理的战前规划和优秀的临时应变 才让刘豫一次次取得大胜 解决完北魏这个大麻烦后 禁军便马不停蹄地往定城进发 仕途在这里冰河一处对后勤发起猛攻 姚少眼见禁军集结完毕 知道后勤的气数已尽 难忍心中的愤懑 不久便发病而亡 姚少一死 后勤最能打的将军没了 秦军瞬间乱作一团 后勤皇帝姚红亲自挂帅前来迎敌 但他的能力尚且不如姚少 根本没能力逆天改命 经过一番抵抗之后便返回长安 此时的他还未打算投降 试图做最后一步 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 姚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当王振厄烧掉战船 告诉将士们背水一战的时候 后勤也迎来了大结局 没过多久 禁军便攻入长安 姚红心有不甘地率领王公贵族前来投降 但此时投降为时已晚 由于将姚红押送至建康斩首 其余宗族子弟当场被处死 至此后勤宣告灭亡 刘豫多年来南征北战 取得了赫赫战功 但这些战功并不是为了进朝 而是为了自己 当刘豫拿下长安后 就多次派人给进安地 要求朝廷封他为王 并授予他九溪之礼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所谓的加九溪 就是为了登基篡位做准备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 刘豫此时想称帝 谁也拦不住 而且老百姓也希望他能称帝 当刘豫准备班师回朝的时候 关中百姓来到刘豫营中 恳切希望刘豫能够留在长安 并在此称帝 刘豫对此感慨万千 但仍决定班师回朝 为了守住关中一带的战果 他将王振厄等一众大将留在关中 并将自己二十岁的儿子 刘一珍留在当地 以此来证明 自己并不会放弃关中一带 此时的威望和实力 已经足够支撑刘豫窜进称帝 但要想让自己的登基之路更加平稳 刘豫需要继续北伐 为自己积攒更多的政治资本 此时 刘豫选择班师回朝 是因为他知道 现在不具备继续北伐的条件 刘豫所处的时代 距离东晋衣冠难度已经百余年 现在的北方已经被胡人占领 经过长时间的融合 汉人已经习惯了胡人的统治 此时进行北伐 不但不能得到当地汉人的支持 还会被他们当作来犯之敌 关中百姓之所以希望 刘豫能够留在当地 并不是因为他是汉人 而是冲着他的威望来的 任何一个威望高的人 留在关中 都能给当地带来和平安宁 只要能带来和平安宁 就能受到老百姓拥护 虽然刘豫相继灭了南雁和后勤 但这两个国家在被灭时 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 即便刘豫不出兵 他们也很难支撑多久 北方现在的强国 当属大夏和北魏 这两个国家政治稳定 军力强大 绝非南雁 后勤这样的国家能比 如果继续北伐 恐怕凶多极少 再者 连年征战已经让进军极度疲惫 将士们需要休整 此次北伐结束后 士兵们都有回乡之意 如果贸然继续北伐 恐怕会引起军中滑变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刘豫没有选择继续前进 而是班师回朝 刘豫走后 关中形势就岌岌可危 大夏的贺连伯伯就伺机而动 因为贺连伯伯知道 刘豫的最终目的是篡进 不会死守关中 之所以将刘一珍留在关中镇守 只是为了安抚王振厄等一众将军 贺连伯伯利用骑兵速度快的优势 兵分四路对关中 长安一带进行了攻击 贺连伯伯虽然有骑兵的优势 但没有形成压倒之势 想拿下关中一带是比较困难的 但就在此时 留守关中的禁军出现了内讧 刘一珍虽然是刘豫的儿子 但他的能力和威望 不足以压制军中的老将 王振厄是前秦名相王猛的后人 又是关中本地人 在当地威望颇高 甚至到了一呼百应的程度 镇守此处的傅红之 沈田子等人争不过王振厄 于是对刘豫说 王振厄有叛乱的可能 刘豫却对王修 傅红之等人说道 你们十几个都是江东之人 难道还压不住一个王振厄 可能刘豫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并无他意 只是对王修 傅红之他们恨铁不成钢 如果说这话的时候 王振厄也在场 也不会被过分解读 但刘豫一走 这样的话就成了定时炸弹 当面临下军不断紧逼的时候 沈田子不敢上前迎战 率军主动后撤 此举受到王振厄的斥责 认为沈田子是故意消极应战 沈田子听后大怒 他决定除掉王振厄 于是 假借商谈军事的名义 将王振厄邀至营中 趁机将其杀死 事后 沈田子谎称受刘豫之命 斩杀王振厄 刘亦贞和王修知道 沈田子此举是为了报私仇 于是遵照军法将其处死 不得不说 刘亦贞此事处理得非常草率 即便沈田子故意杀害王振厄 在下军步步紧逼的情况下 将其杀死 是非常不利于军心稳定的 短期内两员大将被杀 下军把握时机 对禁军发起了猛攻 幸好傅宏之拼死抵御 才守住了攻势 禁军此时最应该做的是全力防守 等待救援 但刘亦贞又连续犯错 当初刘亦留下一众大臣 帮助刘亦贞助手关中 就是为了辅佐他快速成长 但刘亦贞觉得 王羞对自己的约束太多 居然将其处死 王羞的死成为压垮禁军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禁军失去了主心骨后 顺时乱作一团 根本无心作战 刘亦贞见事情不妙 慌忙带领少数士兵退回长安 白白扔掉了关中所有郡县 此时刘亦已经派朱灵石前往长安 取代刘亦贞 在朱灵石到达之前 刘亦贞带着士兵在长安城内烧杀抢掠 带着抢来的大批财物准备返回健康 傅宏之劝其扔掉财物 轻装赶路 结果刘亦贞不听 被下军的骑兵赶上 最后全军覆没 傅宏之也被下军擒杀 刘亦贞靠躲在草丛中 侥幸逃过一劫 来到长安的朱灵石 眼见晋军全面失手 他也回天乏术 最后长安城破 朱灵石也被下军擒杀 至此 刘亦北伐的成果丢了大半 宏观以西的地盘全部失手 更让刘亦心痛的是 此意折损了朱灵石 王振厄 傅宏之等 诸多能征善战的大将 刘亦难以接受这样的失败 他本打算亲自率军再度北伐 但在大臣们的极力劝说下 才打消了念头 公元420年6月 已经做好所有准备的刘亦 准备篡位登基 进攻帝司马德文非常识相地 把皇位善让给了刘亦 刘亦登基后 改国号为宋 刘亦的登基 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 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格局 出身于数人的刘亦 凭借一己之力 打破了士族对权力的垄断 在打击士族方面 刘亦下了狠手 当初 金口27将结义起兵之时 虽然刘亦被推为盟主 后来也顺利成为统帅 但他的出身一直是个短板 刘亦明白 自己绝无可能将传统的 王谢高门士族收买利用 对他们一直采取的是高压态势 能用则用 不能用则杀 绝无妥协的可能 这一政策很快引起大族的反对 即便在刘亦军事集团的内部 也有人反对诛杀士族 其代表人物便是刘亦 刘亦也是彭承人 后围北府兵司马 与刘亦有着相似的出身 在平定环旋 恢复近视的战争中 刘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亦坐镇健康 刘亦往往领兵在外 其威望与名位仅次于刘亦 起初结义启示 刘亦与刘亦的地位 其实并无高下之分 用刘亦自己的话说 对刘亦只是一时相推 并非一开始就尊他为主 刘亦的为人风格 与刘亦颇颇有不同 刘亦是个纯粹的粗人 不读书 字也写得极丑 东晋士族喜好吟师作父 作论清谈 刘亦既不通门路 又极为厌恶 当时的士族人物 对大老粗刘亦颇有抵触心理 他们顽固地坚持着 难度以来 士族执政的政治传统 在内心深处 他们认为 刘亦不过是苏郡 祖约 刘劳之之徒 虽然靠着兵力 能称雄一时 却不会成大气候 一直以来 士族冠于凭借地位身份 耍弄清高 当年 桓温全清朝野 谢安被辟为 征锡辅司马 竟然敢在大众集会时 故意挽道 刘豫被朝廷任命为太尉 百官案例都要来恭贺 众人已知 唯独明是 谢安的孙子 谢混挽道 而且衣冠不整 摇摇晃晃 甚是为礼 刘豫很生气 问他为何这般浪荡无礼 谢混说 游公光大一银 周公福威定青的传统 肯定要向天下表示开放的胸襟 我谢混要跟您同步 说着还故意把衣服解开 做出一副开放胸襟的模样 这一行为激怒了刘豫 虽然当时他没说什么 却颇为书记 后来 谢混导向刘毅 无罪而被刘毅处死 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与刘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刘毅非常喜欢读书 文化素养比较深厚 深得士族们的喜爱 刘毅和刘毅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风格 背后站着的人群也不一样 加之都是朝堂众臣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力之争 当初 刘毅举荐士族背景的王密 做扬州刺史 本想演一出戏给士族们看 可没过多久 王密便去世了 此时 刘毅举荐谢混接替王密一职 刘毅本来想答应 但他的幕僚 刘木之却认为不妥 他告诉刘毅 谢混的名望要比王密高 而且背后有刘毅之称 扬州刺史一直是非常敏感重要的位置 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当初刘毅的根基不稳 需要利用有士族背景的王密 给他人看 如今已经站稳了脚跟 不能再演戏了 如果把京师禁卫军权 和居中辅证的大权 让给刘毅 会对自己不利 刘毅听后恍然大悟 他不再推举他人 而是自己兼任扬州刺史 自此之后 刘毅和刘毅之间的矛盾 也彻底公开化了 当初卢巡作乱 和无忌战死之时 坐镇孤熟成的刘毅 在出兵问题上是魔棱两可的 但争讨难艳的刘毅 却派刘毅的弟弟刘藩 回去制止刘毅出兵 刘毅听后十分恼怒 并直言不讳地说 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 汝便为我不及刘毅也 说完就把刘毅的书信扔在地上 刘毅之所以阻止刘毅出兵凭乱 是怕刘毅积累战功 名望上超过自己 如今刘毅出面阻止后 本来魔棱两可的刘毅选择出兵 只可惜 他军事水平实在一般 最后被打得大败 战败后的刘毅无地自容 不久后 就被刘毅安排到荆州当刺史 刘毅的势力党羽都在江东 其在荆州全无根基 这种人事安排 是让他远离政治中心 但刘毅雄心不灭 到荆州上任时 竟然扣留了他原统领的豫州 江州将士 立员一万余人 这么做 就是公然搞分裂了 刘毅以军功起家 对军事有着一乎寻常的敏感 之前他对刘毅一直宽容三分 能不撕破脸 尽量不撕破脸 但刘毅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 两人之间就再也无妥协的余地 公元412年 刘毅先杀掉刘毅的弟弟刘藩 随后又杀了刘毅的支持者谢混 然后新帅大军前去荆州 讨伐刘毅 两人名气虽然不相上下 但军事才能的差距天壤之别 刘毅得知刘毅前来征讨 都没打算出兵应对 直接选择了自杀 完成对士族的打压后 刘毅开始着手治理国家 东晋末年的混乱状态 让百姓们怨声再道 但也成为刘毅的一面镜子 他不知道怎样做更好 但他知道 怎样做才能避免重蹈东晋末年的覆辙 在整个国家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 只有改革才能带来新气象 也只有改革才能驱除弊病 只有把社会梳理的有条不紊 才能重新赢得民心 犹豫虽然出身于武将 但他不是一个莽夫 打天下需要武力 治理天下则需要智慧 犹豫在户籍整顿方面实行土断 所谓土断 就是对混乱的户口政策和行政区化进行整顿 晋朝南渡以来 许多北方人跑到江南 包括东晋皇族在内 都认为南渡只是暂时的 有朝一日定会返回北方 但一时半会又回不去 便在江东设置了许多乔治州郡 以示他们的籍贯还在北方 比如豫州 本来治所在河南汝南一带 但是东晋在河肥 寿阳一带设立了乔治的豫州 冲州 青州 冀州 幽州 冰州都在北方 东晋也在淮南江北一带 设置了对应的乔治州 由于机构过多 难免重叠 像衍州 青州都挤在实际的扬州范围内 州郡的混乱是一方面 户口混乱是另一方面 南迁的世家大族都拥有北方的户籍 他们往往处于政治上的高位 朝廷为了优待他们 宣布对北方户籍的人实行赋税减免政策 也就是所谓的黄白籍并行 黄籍是传统户籍 白籍则是北方流域到江南的 这种政策的初衷是联民北方人到南方没有土地产业 但随着世家大族在南方扎根 他们占据了大量土地后 朝廷对其还予以减免赋税 难免造成不公 同时随着北方战乱加剧 南下的人越来越多 一味实行白籍优待 那么南方本地人的负担势必越来越重 所以很多南方人都想办法改成白籍 或者干脆隐瞒户口 投入到世家大族的名下 以逃脱沉重的赋税 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国家控制的正规户口越来越少 而世家大族掌握的户口越来越多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连起手来 把司马氏皇族架空 就是因为经济基础在他们手里 刘玉搞得土断 重点就是针对黄白籍并行这个避震来的 他一方面下令一介土断 也就是取消和调整了一批乔治周郡 没用的干脆废掉 另一方面 根据周郡临时一致 户口也全部使用黄籍 取消对北方户口的优待政策 所有人都按统一标准纳税 为了配合这一政策 刘玉还加大对流民的清查登记 从世家大族手里抢回来人口 同时还禁断山泽 也就是迫使世家大族 把多吃多占的田产 胡爪 山林 上交国家 再由国家分配给百姓耕种使用 改革都是要流血的 尤其是在那个王朝频繁更替的年代 士族大户在面对自己利益 被削弱的时候 是不会乖乖就范的 很多大户都是表面上同意 暗地里进行各种抵制 对此 刘玉采取的手段是杀无赦 对于私自藏匿引护者 一律格杀勿论 刚开始 还有士族大户抱着侥幸心理 后来看到一些士族大户 接连被杀 知道刘玉是在动真格 于是 乖乖配合改革顺利推行 改革带来的效果非常明显 在人口赋税为王的时代 控制人口的数量越多 就能征得更多的税 消除隐护后 国家的收入大大提高 为后续的盛事奠定了基础 除了在经济方面深度改革 刘玉还在政治军事方面做出调整 东晋皇权之所以处处受约束 就是因为军队和地方管理大权掌握在士族手里 对此 刘玉加强了中央集权 把北斧军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后派自己的儿子们到地方担任刺使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与此同时 刘玉还不断削弱荆州的地盘 一直以来 荆州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此前由于荆州地盘太大 导致很多野心家 把荆州当作叛乱启事的基地 对此 刘玉对荆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分割 经过削弱后 荆州从送出的31个郡县 被削减为12个郡县 彻底熄灭了士族依据荆州启事的机会 鉴于东晋出现过多次太后 外戚专权干政的现象 刘玉明确规定 太后不得参政议政 同时不允许给朝堂众臣配备军队 如果某些大臣需要配备护卫 也只能由皇家卫兵暂时出任 不能由大臣们自己组建 纵观整个南朝 刘玉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 在治国理政 发展民生方面也多有建树 他从底层一路成长为皇帝 并为新的王朝打下繁荣的基础 让百姓避印其中 独享繁华 这样的实力足以让他傲视群雄 在放眼整个南朝 他完全配得上南朝第一帝的称号 所有人都已经确定把独压 并对于主管 永绍